197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党史展览,油画开国大典成为展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这次展出的开国大典油画共有两幅,一幅是画家董西文的原作,另一幅是画家靳尚仪的复制品,但两幅画上的人物却不尽相同。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原作的画面上没有刘少奇。 开国大典一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著名的一幅油画,1952年,37岁的董西文奉明创作这幅作品, 在长4米宽2.3米的巨幅画布上,董西文用他的画笔记录下了新中国诞生之日的历史时刻, 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宣布新中国成立,六位开国第一届国家副主席站在他的身后, 他们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岚和高岗。 然而作品完成仅仅三年后,由于高饶事件的影响,上级要求董西文修改油画,将画面上最右边的高岗抹掉。 由于这幅画在构图的时候,高岗挤在一边,本来就有局促之感,所以董西文认为, 去掉高岗对构图反倒有好处。 但那个时候的董西文不会想到,17年后,他将再次奉命修改这幅作品, 而这一次,要求去掉的是站在画面中间的刘少奇。 1972年,董西文已经身患癌症晚期,在接到命令后,他的心情极为沉重。 他认为,一个画家应该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所以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将亲手去掉的刘少奇再补上去。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那一天, 也不知道这幅画还会不会再被修改, 更不知道,没有了刘少奇的中国证据,将要走向何方。 在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湖南人不在少数。 第一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和第二任国家主席刘少奇, 就都是湖南人,两位主席的家乡,仅仅相隔数十里。 1898年11月24日, 刘少奇生于湖南省名乡县花明楼乡的探子冲。 按照族谱,父母给他取名刘少选, 由于他在家中排行第九,便有了九满和九芽子的乳名。 父亲对这个聪明善良的小儿子寄予厚望,也要求罪严。 在重病去世前,他特意交代家人, 要让九满多读几年书,将来当个好中医。 九满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小小年纪,他便因为满腹经轮,而被誉为留酒书柜。 不过,他的志向似乎不是行医救人,而是济世救国。 为表明心智,十几年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少奇, 寓意少年有奇志。 小树两边栽,农鹰绿上街, 他年成大树,便是动良才。 这是刘少奇唯一一首传世的诗作。 简单朴实的词句描绘出了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志向。 那时的他还是一名学子。 刘家在探子中是一户附属人家。 祖宅是一座由二十多间房舍围城的院落。 父亲刘少生对子女们的教育极为重视。 在他看来,孩子们只要多读些书,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为了让刘少奇安心学习, 母亲在院落的一角为他布置了一间书房。 在这个宽约五尺,长不足一丈的小屋里, 刘少奇畅游书海,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 甚至通宵打蛋。 为了让儿子能够按时休息, 母亲每一夜只给他半盏油灯。 但刘少奇却想出了一个借光读书的办法。 每晚前半夜, 他都去自家的脸房里, 借着脸房师傅工作的灯光读书。 而那半盏油灯正好留在后半夜再用。 为了不吵到别人, 刘少奇读书总是默不作声, 这成为他一生的习惯。 台而立志初相关, 学不成名势不还, 买股何须丧子弟, 人生无处不清山。 这是毛泽东少年时在外出求学前留给父亲的一首诗。 他真实地描摹出那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代爱国青年的心态和志向。 十五岁那年, 刘少奇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御坛学校。 在这所远近文明的县立第一高等小学里, 他接受了正规的西式教育, 也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他将自己的学名刘卫黄改为刘卫黄, 意思是为我炎黄子孙。 天下新王匹夫有则八个转子被他刻在床头。 1915年,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民寺条约。 这一步平等条约激起了全社会的反抗。 消息传到学校, 刘少奇和贺直归等几个学生刺破手指, 悲愤地写下嗜血国耻的血书。 他们走出校门, 与县城各校联络, 组织了轰动全县的游行示威。 他当时身背误望国耻时的大字标语, 手指写着,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 挺胸昂首, 振臂高呼。 演讲时, 谈到王国的惨痛, 则痛哭流涕。 谈到救国的理想, 则慷慨激昂。 他用激情感染了许许多多的人。 1919年, 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一大批著名学者、 思想家和革命家云集于此。 他们通过演讲和文章表达着人们对于新生活的渴望。 这一切点燃了刘少奇热情的革命之火。 他决定出国留学, 像先辈们一样去国外寻找救国的真理。 不久之后, 刘少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并同任毕石、 萧敬光等一批进步青年移到前往上海, 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 为去苏联留学做准备。 刚到苏联不久, 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刘少奇等人见到了列宁, 还聆听了他富有激情的报告。 大会结束后, 刘少奇等人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 任毕石、萧敬光、张国焘都是他的同学。 当我提起笔, 我就回忆起四十六年前, 我在苏联第一次见到的那个青年人的严肃面固。 当年, 激进正席卷苏联, 甚至一些共产党人, 虽然公开表现是气宇宣昂的样子, 但私下也在嘀嘀咕咕。 但这个高渴的青年, 让他瘦削白净, 却能忍机奈汗, 没见过他有什么埋怨或沮丧的表现。 当时的苏联, 国内物资贫乏, 国外强敌环斯, 尽管政府给了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留学生 捅苏联红军一样的最高待遇, 但他们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 红军的待遇每天也只有一块像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 早上切下一块面包, 中午就不敢切了, 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 就在刘少奇等人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 同年冬, 东方大学中国班, 开始建立党组织。 刘少奇与几位同学, 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圆,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少奇任中共屡俄支部委员, 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元旦, 东方大学组织新年联欢会, 要求在校的各国学生都要出一个节目。 中国班排练了一出有关罢工的独幕剧。 刘少奇扮演的工人角色是一个流着鼻涕, 穿着破烂衣衫, 耸着肩膀的人。 有人指出, 这种扮相不好, 但是刘少奇却认为, 中国的工人苦难深重, 应当就是这个形象。 多年以后, 在回忆这次演出的时候, 刘少奇说, 这虽然是一次舞台艺术创作, 却成为他从事工人运动, 组织无产阶级, 开展武装斗争的契机。 1922年初, 尽管刘少奇的学业还没有完成,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已经展开, 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 从1906年读私塾算起, 直到回国, 刘少奇在求学救国的道路上, 整整走过了15个年头。 1922年初, 刘少奇奉命回国, 到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 劳动组合一词, 源于日语, 就是工会的意思。 后来刘少奇回忆说,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 还不知道有工会这个名称, 劳动组合书记部, 就是中共最早的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不满24岁的刘少奇, 在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了 思想敏锐和富有组织能力的才干与胆识。 1922年夏天, 因奉命去湖南参与工人运动, 刘少奇与毛泽东会于长沙。 在经过一番商讨之后, 毛泽东提出了挨兵必胜的罢工策略。 随后, 刘少奇前往安园, 由中国共产党人掀起的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即将到来。 1922年9月14日凌晨, 安园矿区突然四处汽笛长鸣, 这是工人俱乐部向全矿区发出的罢工信号。 很快, 整个安园煤矿和平乡铁路全线瘫痪, 一场由一万多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开始了。 两天后, 路况当局开始和工人谈判, 谈判的地点被安排在重兵把守的戒严司令部内。 24岁的刘少奇之身前往, 在经过三天的唇枪舌战之后, 资本家终于与工人俱乐部签订了13条协定, 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几乎全部实现, 整个大罢工在无一人伤亡的情况下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安园是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工作的第一个地方。 作为工人俱乐部主任, 他与那里的一万多名工人朝夕相处了整整三年。 以提起安园时期的刘少奇, 许多人都会记起他那一身颇具特色的装扮。 冬天, 一件长的托子的老师就大意, 袖子很肥, 我们称他是唱戏的旧龙袍, 披鞋也不好, 铺跟底去了半边, 一领日本式的鱼鳞帽子旁边还有个洞, 穿了一双袜子, 外表看起来还厚, 可以保暖, 但当我和他睡在一起时才发现, 光有桶子, 袜底早已没有了。 刘少奇的生活极其简单朴素, 即便是建国后也是如此, 他的衣服不多, 最讲究的是国家发的两套泥子制服。 刘少奇同时总是舍不得穿, 只有参加外事活动时才拿出来穿上, 一回家就赶紧收起来, 他还风趣的说, 工作服嘛, 工作完了就拖下来。 1925年,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刘少奇因为在安元大罢工及其后续工作中的卓越贡献, 被选为副委员长, 成了与邓忠夏, 李立三, 蔡和森等人齐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这一年他27岁。 之后, 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刘少奇又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 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晋升, 布满29岁的刘少奇进入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行列。 当时的共产党人都充满了激情和狂热, 而刘少奇却很少被人出那种性沉弱狂的状态。 他破代书生气, 常沉思不语。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 刘少奇一直是中共白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然而, 两封意见书却让他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1937年初, 刘少奇先后两次给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张文天写信, 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十年来一贯的左倾错误, 这引来了一片反对声。 他被许多人攻击为右, 政治局大多数成员批评他反共产国际, 反中共中央。 就在许多人都向刘少奇提出责难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站了出来, 他明确地表达了对刘少奇的支持。 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 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 在他具体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时, 他也基本上是对的, 是勃勃生气的, 他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 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毛泽东和刘少奇是湖南同乡, 也同为中共领导人, 但两人的性格却大不相同。 相比之下, 毛泽东似乎是一个更容易动感情的人, 但刘少奇却与此不同。 根据斯诺的记载, 一位印度大使曾对他说, 刘少奇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平常的, 与他交谈五分钟之后就会发现, 他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思维能力的人, 能迅速洞察问题的实质。 而张国焘也曾借用孔子的话描述了刘少奇的性格。 孔子说, 热情奔放就能得到想得到的一切, 轻轻寡欲则能克制自己去做不愿做的事。 刘少奇属于后一类型, 他的成功和失败, 与他这种清心寡欲的性格, 有着密切的联系。 1939年7月, 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演讲。 毛泽东在上面批语说, 修养提倡正气, 反对邪气, 写得很好, 应尽快发表。 之后, 演讲稿由解放日报分几期连载。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成为了刘少奇在中共党内流传最广的著作。 在他问世之后的三十年里, 甚至一度与毛泽东选籍齐名。 他填补了马列主义, 关于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学术。 刘少奇也因此被誉为党内理论家。 1942年,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一片金黄色的江南大地正预示着又一个丰收时节的到来。 但是, 老百姓们却既喜又忧, 他们害怕这眼看就要到手的劳动果实被日军掠夺。 身为华中局负责人的刘少奇, 亲自赶赴敌后农村, 领导秋收工作。 他来到一个叫做大树村的地方, 和当地百姓吃住在一起。 很快得到了乡亲们的信任。 可是, 村里人都觉得他和平常人不一样。 他晚上不睡觉, 总是点上油灯, 浮按写字。 写一会儿就到院子里转转, 朝天上看看, 过一会儿又进屋去写字。 写一会儿又走出屋子, 到院子里转转, 朝天上看看。 就这样一直熬到天亮。 村里的老人们悄悄议论, 说这肯定是位星象先生, 到外边观察星象, 然后记在小本子上。 没过多久, 他领导大树村的村民, 赶在日军扫荡之前, 成功的抢收了庄稼。 直到这时, 村里人才知道, 这位星象先生, 原来就是中共的领导人刘少奇。 但是, 人们仍然相信, 这是个会预知未来的能人。 不过, 村民们肯定不会想到, 仅仅七年之后, 这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 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并带领他们走向崭新的生活。 1961年9月24日, 毛泽东会见了英国元帅蒙格玛丽。 会见中, 蒙格玛丽曾问毛泽东, 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 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 很清楚, 是刘少奇, 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 我死后就是他。 这是毛泽东公开对外宣布, 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其实, 早在1943年3月, 刘少奇就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并在中共党内上升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 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 毛泽东在延安分别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发股的报告。 从此, 开始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随着运动的开展, 特别是为召开党的七大做准备, 毛泽东需要刘少奇为中央帮助他。 1942年3月19日, 将华中一切工作安排就绪的刘少奇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程。 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 既急切希望刘少奇早日回到延安, 但又非常担心刘少奇途中的安全。 自江彭殿转上, 你看此种行星有安全之保证否? 山东尚无回殿, 请你直接寻, 必须路上有安全保证才能启程。 经过九个月的千贤小长征, 刘少奇在1942年底到达延安。 1943年元旦, 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新落城的中央大礼堂 举行盛大的团拜晚会, 热烈欢迎从以后归来的刘少奇。 1943年3月, 中央政治局经过两次开会讨论后, 决定调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从组织上确立了遵义会议以来, 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 同时, 也赋予刘少奇前所未有的领导重任, 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 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接着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 选出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毕时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1946年8月,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回延安后又生病休养。 在十个多月的时间里, 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 1947年3月11日, 国民党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 29日, 中国农央在清建县早林沟举行会议, 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 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 毛泽东、 周恩来、 任毕时三人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与国民党军队周旋。 经过几个月的辗转, 中央工委于7月12日在西白坡正式成立。 这个太行山东路的小山村, 一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重要政治军事指挥中心之一。 在这里, 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历时近两个月的全国土地会议。 这是他第一次独立主持召开的全国性会议。 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全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在各解放区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使各阶层占题的土地大体平均。 得到土地的农民纷纷参军之前, 很快扭转了解放战争的形势。 伴随着解放军的嘹亮号声,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 从这时起, 刘少奇的主要经历转向为创建新中国, 从事紧张的准备工作。 为了切实开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刘少奇很快写出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的手稿, 对怎样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应该包括哪些成分, 合作社经济在其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考。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1948年12月25日, 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 系统论述了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完整设想, 他还直接了当地提出, 现在我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民主革命, 但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 这个革命不论我们主观上如何看, 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造型道路的, 革命胜利了, 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 他从中国现实出发得出的这个正确认识, 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也埋下了日后他和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诸多分歧的认识根源。 中国人民政府,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 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刘少奇任副主席 位列六位副主席之首 从此之后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中 刘少奇的名字和新中国的历史紧密相连 为了适应毛泽东夜里工作的习惯 刘少奇也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 他的工作很忙 但生活却很有规律 每天起床后 刘少奇先让秘书报告当天的重要活动 看收到的文件和电报 之后他会浏览当天的报纸 早餐后他开始批阅文件 写东西或找人谈话 直到晚上七点吃第二顿饭 饭后休息一小时便继续工作 直至凌晨 吃完第三顿饭后 他回到卧室开始浏览国内外参考资料 入睡时已至夜半 小时候 为了让爸爸能在紧张的工作中放松一下 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最小的孩子负责劝爸爸玩 我和妹妹小小差八岁 因而独享了不少和爸爸在一起的快乐 后来才知道 那是妈妈为了让爸爸休息一会儿 特意安排的 1954年9月 在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刘少奇当选为首届人大委员长 那天夜里 他的秘书走进办公室 冲着刘少奇叫了三声委员长 但他一声也没有答应 后来他立下规矩不许别人称自己职务 只称同志 这成为他至死不渝的戒条 作为国家领导人 刘少奇每天都要听取下级的汇报 他听报告总是很专心 有时还会记笔记 他要求做报告的人对情况分析透彻 切记空洞无误 一次 刘少奇接见大学毕业生代表并做了讲话 当天夜里 记者和代表团的负责人将讲话整理成新闻稿 送来给他审阅 刘少奇边听边改 文章里诸如 慈祥和蔼 神采奕奕 伟大敬爱等词语 全部被删掉了 他严肃地批评这些用词 无足轻重 华而不识 看到大家有些紧张 刘少奇的语气缓和了下来 他问记者 你们写了那么多神采意义 我真的有那么神采意义吗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笑了 令人钦佩的是 这个人在半小事时不险山露水 在当大事行大事时依然不露水 不险山 他那种至中至公 至刚至任的人格 贫若秋潭 长若清风 恰似一面永远卷着 从不飞扬的惊奇 1957年11月 毛泽东在莫斯科跟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时 表达了自己想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想法 希望把精力更多的用到党务工作中去 赫鲁晓夫问 谁将接替呢 毛泽东掰着手指认真地回答 第一个是刘少奇 无论能力 经验还是声望 都完全具备条件了 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 原则性很强 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强调这次会议是城市工作会议 是历史转变点 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向城市 一个月后中央决定 刘少奇到新解放的天津去宣传党的政策 解除资本家对共产党的疑虑 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 在视察天津工作的讲话中 刘少奇为了稳住民族资产阶级 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论断 他还多次指出 新中国要先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 不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 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剥削有功的观点 并不完全赞成 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更是与他向社会主义过度的设想相背离 也就从这个时候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日益多了起来 并且愈演愈烈 最终导致两者分道扬镳 1951年4月17日 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 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 主张对于私有基础 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 而应当是逐步的动摇他 削弱他 直至否定他 刘少奇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 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 危险的 空想的 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 立即找刘少奇谈话 明确表示 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而不支持刘少奇等人的意见 随后 毛泽东要陈伯达召开 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互助合作运动由此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虽然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 并多次就这个问题做了检讨 但这件事再次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 在经济方针上存在着深层分歧 1956年9月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刘少奇在大会政治报告中说 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 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 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更是明确指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 统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然而 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 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国内的主要矛盾还应该是阶级斗争 刘少奇听后十分震惊 回答道 可是决议已通过公布了 怎么办 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国内形势的不同看法从此开始 在1957年10月的八大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公开表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毫无疑问 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为毛流之间出现更大分歧埋下了隐患 并影响了此后二十年中国政治的走向 1957年10月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学成回国 这时大跃进的冒进行为给新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大饥荒 为了保证刘少奇的营养 每顿饭家里都给他单炒一两个可口的小菜 但经常一到周末 这些菜就成了孩子们打牙剂的美味 爸爸有时候看我们饿成那样 他自己就吃一口 然后把盘子从最小的孩子开始传 一个一个传下去吃 我妹妹没出生之前 吃饭都是我盛第一勺 第一勺盛得多 常常饿肚子的滋味也好 现在的困难除了天灾之外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等将来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 就会更多的关心人民的生活 大跃进为什么没有改善人民生活 而是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刘少奇决定用实地调查的结果来回答 1961年4月 刘少奇来到湖南农村 进行了44天的返乡调查 调查期间 他脱下蓝布帽 恭恭敬敬的向农民鞠躬 深情的说 乡亲们受苦了 农村搞成这个样子 我这个国家主席有责任 对不起大家 但一定要请你们讲真话 到实情 好让党中央正确决策 在场的省地县公社领导 直至生产队长逐级站起来 面向几十位中国最普通的农民检讨道歉 这也许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次民主实践 一位老农拉着刘少奇的手说 哪里是天灾 是闹人祸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这位老农不会想到 他的一句话后来竟能标柄史册 1962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史称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在大会上做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口头报告 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具震撼人心的结论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 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 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 讲人祸 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 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 不和他保持一致 换句话说 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 还有点施压的味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 毛流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 虽然没有公开 却是比较深刻的 少奇那超无常人的坚强意志 和忍辱负重的精神 那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公敌 那超强的组织纪律性 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 有时我想 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 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 也筑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从1963年初开始 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以四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 然而完全赞成并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的刘少奇 却和毛泽东在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产生了更大的分歧 并且逐步公开化 1964年底至1965年初 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 以及运动的做法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刘少奇 并反复强调 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70年12月 毛泽东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 斯诺问他从什么时候起 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 毛泽东回答说 那就早咯 1965年1月 23条发表 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 四星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1966年初 刘少奇生了一场大病 刚刚脱离危险 他就把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眼前 感慨万分的说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必须更抓紧时间 多干些事 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 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的真正富强起来的 刘少奇对于新中国今后的设想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 发展国民经济 改革教育 加强法治建设 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 建立工业基地 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新型的工业城市 有电 有石油 有铁路和公路网 带动附近农村实现现代化 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66年8月1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了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 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刘少奇当即表示 服从党的决议 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 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此后刘少奇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境地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 来自政治上的打击 也往往是最沉重的 一项沉默言语很少的刘少奇 说话越来越少了 沉默是他的性格 但这时也是他不得不表示出来的态度 十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节 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 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其中一项议程就是刘少奇在全体会议上做检讨 少奇同志 检查上写得很好 很严肃 特别是后半段更好 建议以草案形势 印发政治局 书记处 工作组 北京市委 中央文革小组 各同志讨论一下 提出意见 可能有些收获 然后着加修改 再做报告 可能稳当一些 请着定 这是在大会之前 毛泽东在沈阅刘少奇的书面检讨时所做的提示 但是 这份亲刘少奇反复多次认真修改过的检讨 却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 也没能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 相反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甚至批判 批流高潮也愈演愈烈 一天深夜 毛泽东派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刘少奇对毛泽东表态说 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 广大干部是好的 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 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 使党少受损失 此去国家主席 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级编委会主任职务 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使国家少受损失 对于刘少奇的表态 毛泽东报以沉默 临别时 他很客气地送刘少奇出门 叮嘱他好好看书学习 保重身体 但是运动并没有像刘少奇希望的那样结束 疯狂的程度反而在不断地升级 他本人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险 中南海内 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批斗 同时抄了他们的家 批斗会后 刘少奇被单独押回到前院的办公室里 门外多了港哨 而家人也不知去向 他意识到自己从此真的成了囚徒 在批斗会上被踩掉了鞋子的刘少奇 光着脚直奔办公桌前 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愤怒地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你们怎么对我个人 这无关紧要 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 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你们这样做 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 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1967年夏天的一个早上 孩子们突然急匆匆地跑来告诉父母 今天又有红卫兵进中南海来开批斗会 家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 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 就怎么也忍不住 眼泪流了下来 刘少奇平生 唯一一次亲手为王光美打点行李 拿出衣服放好 一件件叠得整整齐齐 在最后的几分钟 夫妇二人面对面平静地坐下来 等着来人揪斗 一向不爱说笑的刘少奇 忽然说了一句 我们倒像等得上花轿的样子 刘少奇的一句玩笑暂时打破了伤感的气氛 王光美也跟着笑了起来 但很快 红卫兵的口号打断了两人的笑声 王光美被几个人带走了 我们握了一下手 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 心声对我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 刘少奇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 在一旁的王光美突然挣脱打手们的束缚 冲上去紧紧握住了丈夫的手 刘少奇也不顾拳打脚踢 拉住妻子的手不放 两人挣扎着身子 手拉手互相对视着 从他们颤抖的双手 从他们深情的目光中 我们看到了无限深刻的情绪 又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 他们分与同舟 患难于共 1967年夏天那次批斗结束后 我们几个卫士把他扶着回到办公室 当时少奇同志在前院 王光美同志关在后面 两个人不能见面吗 少奇同志看不到光美同志 经常从窗户里往后看 但是看不见 过了一段时间 子女保姆被清除出了中南海 王光美被抓到监狱里了 尽管秘书当夜就给相关领导写了汇报 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8日 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 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 并告诉毛泽东 我已失去自由 但依然没有得到答复 抗讨中 刘少奇的右腿被打伤 腰也伸不直了 走路一瘸一拐 从卧室到饭厅短短30米的距离 他竟要走上50分钟 满口只剩下7颗牙齿 又经常要吃剩饭剩菜 刘少奇因此时常复兮 身体更加虚弱了 强迫改变生活习惯 加上不给足量的安眠药 刘少奇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有时彻夜不眠 以至神志恍惚 残忍的折磨 使刘少奇植物神经紊乱 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 只好靠鼻子维持快枯竭的生命 疾病和窒息的男人 尝使他紧紧攥着拳头 或伸开食指乱抓乱撕 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 医护人员实在不忍目睹 他难受的情景 就把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捏在手里 不久 这两个塑料瓶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据看守人员回忆 一向沉默的刘少奇曾经两次失声痛哭 哭得伤心无法抑制 或许谁也不知道 此刻的刘少奇究竟在想些什么 1968年10月31日 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 刘少奇被定性为叛徒 内奸 公贼 在70岁生日那天 他被通知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永远开除党籍 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后 气氛的浑身颤抖 大汗淋漓 呼吸急促 紧接着大口呕吐起来 他的血压陡然身高到 二百六十一百三十毫米拱住 体温达四十摄氏度 但他一声不吭 攥紧双拳 那双干涩的眼睛 喷射着怒火 从此 刘少奇沉默了 他一句话也不说 用无言表示坚决的抗议 1969年秋 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 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 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 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 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沧桑 瘦骨临寻的老人 不知什么原因 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 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 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 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 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似管 喉咙里塞着吸弹器 胳膊上扎着输液管 瘦弱的脸十分苍白 没有一丝血色 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 好像没多少精神 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 他还活着 11月12日早晨6点45分 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原卫士长李太和匆匆赶到时 他看到的是躺在地下室地板上冰冷的尸体 五官变形 白发玉齿 蓬乱如麻 15日深夜12点 六七个人把刘少奇的遗体拖到一辆机谱车上 开向开封市东郊的火化厂 由于车厢太短 刘少奇的两只脚还露在外面 这就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 没有亲人送别 没有白花黑沙 没有鲜花哀悦 没有党旗覆盖 在信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中 有过多次婚姻的人并不在少数 刘少奇的六次婚姻 在刘少奇年谱中也均有记载 有名无实的第一任妻子周氏 是刘少奇19岁那年由母亲包办的 洞房之夜 刘少奇坐了一夜板凳 给周氏讲革命讲自由 却没能劝得他重返娘家 周氏唯一的要求是 刘少奇将来有儿子时送给他一个养老 对于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者 刘少奇抱有深深的同情 他把自己名下的三十亩地画给了周氏 后来还将自己与何宝珍所生的长子 也托给了他 刘少奇真正意义上的婚姻 始于他的第二任妻子何宝珍 那是一个令他刻骨铭心的女人 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 一起度过了十一年幸福而艰辛的生活 直至1934年何宝珍牺牲 而此时的刘少奇正走在长征路上 何宝珍 女 湖南道姓人 1923年到安原路况工会所办之 孤恩子弟学校教书 四年与我结婚 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 上海 广州 武汉 天津 满洲等地 党的 工会的 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 生二子一女 于1933年在上海 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 第二年判决在南京被抢毙 这是刘少奇含泪为妻子何宝珍写下的简短的传记 因为他的革命伴侣 何宝珍的命运与杨开慧极其相似 而刘少奇对于他的感情 也如同毛泽东对于杨开慧至纯至农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 刘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 便专程到南京与花台 深切悼念这位令他永生难忘的爱人 1935年底 刘少奇开始了他的第三段婚姻 然而在之后的十几年里 第三任妻子谢飞 第四任妻子王前和第五任妻子王健 都在艰苦的革命生涯中分崩离散 只有一个女人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荣如与共 风与同舟 他就是刘少奇的最后一任妻子 王光美 他们共同生活了近二十个春秋 在彼此的生命里谱写出了一段奇美乐章 王光美生于北京一个开明的书香之家 上高中时 她便是文明北平的数学三王中的一位女王 1946年 王光美从辅仁大学理学部研究生毕业后 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介绍下 到北平军教处中共代表团任英语翻译 工作结束后 她来到延安 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 就在这一年 王光美和刘少奇第一次相遇 直至1948年春天 三次重逢之后 刘少奇终于向王光美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她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 她还说 她年纪比较大 工作很忙 又有孩子 要我好好考虑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 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 以便取得对方好感 她却光说自己的缺点 经过近两年的接触和了解 两人由陌生到熟悉 最终选择走到了一起 1948年8月21日 27岁的王光美和50岁的刘少奇 举行了婚礼 这一天 大家从上午等到中午 又从中午等到下午 刘少奇一直在扶岸工作 直到傍晚 她才把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说 我今天要成家的 王光美同志不好意思 你们去把她接来吧 几位工作人员就算是迎亲队伍 新娘子王光美从百里村被接到了西白坡 婚后不久 王光美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 担任刘少奇的秘书 工作中 刘少奇是王光美的上级 而在生活中 刘少奇则是她心中最牵挂的人 但是 两人各自重任在间 为了工作也难免别离 1963年 王光美受组织委派 去河北省青荒岛地区开展农村工作 刘少奇担心别人会对王光美有特殊照顾 特意给她改了个名字 叫董普 意思是懂得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临行前 刘少奇颠了颠妻子的行李 默默地目送她走出大门 我和家中大小都好 望你不必挂念 自然你在院内能回家一次 那是很好的 但是你如果工作很紧 愁不出身 退迟下月回来 我也完全能够理解 一个人既然已经上了前线 上了战场 那就只能顾你那一头 我过去和现在 就常常是这样的 本想按你说的回家看看 但工作也进入紧张阶段 难以抽身 在斗争紧张的时候 你是不能离开你的岗位的 只有高潮已过 你能抽出生爱的时候 你才能回家看看 在这件事上 我完全支持你 刘家人口多 前妻留下的几个孩子 也和刘少奇夫妇同住 大大小小算起来 一家十几口人 王光美对几个孩子一视同仁 刘家成了中南海里有名的 最欢事的一个大家庭 一大家子全套夫妇二人的工资度日 经济拮据在所难免 不过生活上虽然降低了水准 但在其他方面 刘少奇不仅要求慎言 而且还有具体的指标 他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成长进度表 七岁开始帮助 九岁学会游泳 十一岁学会骑自行车 十三岁能够自理 十五岁独自出门 十七岁成年 刘少奇规定 每人都要在这一年里独立办一件事 如果完成就标志着长大成人 以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办 我们都依照这个进度表实施 我自己是每项指标都有提前 游泳是在八岁学会了 也是在八九岁之间学会了骑自行车 但是 这个幸福的大家庭不会想到 文革的灾难正向他们缓缓走来 一九六六年夏天 文革开始 刘少奇被宣布犯了 路线错误而停止 或者半隐退的生活 但是 身为红卫兵的孩子们 还是把这场运动的气息 源源不断地带到了中南海的家中 一次 孩子们在饭桌上谈论起晚上 要跟同学们去抄家的事 刘少奇立即阻止说 不要去了 饭后 他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 你们破自救 我不反对 但不能去抄家 打人 我是国家主席 必须对宪法负责 1966年9月 红卫兵大串联运动在全国展开 刘少奇的孩子们也参与其中 几个月后 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返回北京时 却惊讶地发现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 不久之后 全国便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 随着运动的深入 刘少奇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一天晚饭后 他对几个孩子们说 我过去常对你们讲 对一个人来说 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 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 就是对一个人来说 人民误解你 那是最大的痛苦 说到这里 刘少奇唯一一次在孩子们面前流下了热泪 1967年7月18日 这一天王光美永生难忘 因为这是她与刘少奇绝别的日子 爱和信任在最黑暗最残酷的日子里 温暖着支撑着这对患难夫妻 两个月后 王光美正式被捕 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的罪名 被投入秦城监狱 开始了12年的监牢生活 王光美向监狱申请送一些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来 没想到东西送来以后 里面意外的夹杂着一双齐的袜子 这令她惊喜万分赶忙把这双袜子珍藏起来 想念丈夫和孩子们的时候 她就悄悄的拿出来看看这双袜子 1971年 刘少奇的孩子们听说其他人相继见到了被关押的父亲 就给中央写信 要求也见见爸爸妈妈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 父亲已死 可以见见妈妈 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中 王光美才知道 丈夫已经在三年前含冤此事 作为亲人 刘少奇给家人的爱是真挚而深厚的 这份浓浓的亲情也成为了亲人们永远的怀念 想起爸爸 那种浓浓的亲情 无边的思念和痛彻心肺的悲愤 交替的巩固我的心 没能有机会回报他赋予我的爱 是我最大的遗憾 1978年12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 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 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通过是非问题 1980年2月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 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5月17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国企低垂 气氛肃肃穆 下午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各界代表一万多人 来到人民大会堂 出席刘少奇追悼大会 将来我死了以后 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 像安克斯一样 你们要记住 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一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 不会忘记任何人的攻击 和茅彩共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 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会国出人民的心中 1980年5月19日 后一时 在哀悦和二十一响米炮声中 刘少奇的骨灰被亲人洒下了浩瀚无边 滔滔不息的大海 接着为您播出 加多宝环球人物周刊